2021年7月28日星期三 欢迎收看光明新闻通 一名华富申诉 其丈夫日前到托儿所 接载两名幼儿回家时 在住家外保安厅 突然遭到数名便衣警察拦截 其丈夫当时误以为便衣警察是匪徒 于是开车逃走 警方朝其丈夫车轮开设至少六枪 并将其丈夫逮捕 至今人为获释 这名还在被扣留的35岁市主杜景勇 是喜来登半山巴海鲜酒楼董事主席杜汉光的儿子 他与34岁的妻子杜晓文 及分别7岁和3岁的儿子 以及父母同住在郊赖金山花园 杜晓文今天召开记者会时就说 警方在逮捕其丈夫后 将他押回住家搜查 之后在1952年危险毒品法令第39B条文下搜查 在延后三天注查后 虽然获释 却再次遭到另一组的警方逮捕 并援引1985年危险毒品 挂湖特别反犯措施法令延后60天 杜汉光对警方的这项执法作业深感不满 今天在代表律师的陪同下召开记者会讲述事发的经过 希望警方还其儿子一个公道 另一方面 家营警方今天发文告 指由于嫌犯杜晋勇被警方逮捕时 倒退车及加速逃走 警方援引企图谋杀罪名条文调查此案 家营警区主任莫哈默在意助理总监指出 有关逮捕行动是由武吉阿曼速毒局负责展开 嫌犯在保安庭拒绝配合及停车 反而加速逃走 他说警方见状后朝嫌犯的轿车连开竖枪 随后追逐及成功逮捕嫌犯 嫌犯目前还被扣留中 警方援引刑事法典第307条文企图谋杀展开调查 他也呼吁民众若有此案的相关情报 可以联络附近的任何警局或查案官 据悉嫌犯目前被雪州警方援引1985年危险毒品法令 特别防范措施扣查 在该法令下嫌犯最多可被扣留60天 换个焦点 科学工艺及革新部长凯里指出 他以针对政府购买疫苗的协议向国会公账目委员会提供相关的购买协议文件 及全国冠病疫苗接种计划的开销细节 他承诺随时会向国会公账会汇报有关购买疫苗协议的进展 确保政府进行的疫苗采购是公开和透明的 他今天在国会下议院特别会议上 汇报国家疫苗接种计划时就指出 政府在去年12月时 已决将拨款30亿令吉用于疫苗接种 以覆盖70%人口的接种 他说政府是在考虑当时的疫苗平均价格 而拨出30亿令吉作为购买疫苗用途 有关30亿令吉的拨款也仅仅只是用作购买疫苗用途 还不包括实施全国冠病疫苗接种计划所需的其他成本 他还说截至7月26日政府已收获2388万剂疫苗 其中108万剂疫苗是第一季度获得供应 890万疫苗则是第二季度获得供应 其余的疫苗则是在7月获得供应 另一方面我国截至昨天有61%的人口或相等于 2013万4970亿人注册接种疫苗 距离80%的目标接种群体仍有一段差距 凯里坦言距离80%总人口注册接种疫苗的目标 此时的注册数量还很低 并了解到有些州属可能面临通信和地理等困难 因此政府已经规划和实施了一些策略的核方法 确保没有人被遗漏 患者新闻 我国冠病确诊病例持续攀升 截至今天中午12点 我国新增17405宗冠病确诊病例 累积病例达到了1061476宗 其中雪隆地区新增1051宗病例 占全国病例的57.75% 北马方面 槟城新增病例再创新高 报760宗 而吉达和玻璃市则分别新增 1112宗及3宗病例 另一方面 招前因随行官员确诊冠病 而受指示居家隔离的宾州首长曹关友 其冠病检测报告成因性 因此获准立即结束居家隔离 他今天发文告指出 他自7月25日开始居家隔离 今早按照指示前往霹雳路政府诊所进行检测 他说过后他也接到检测报告成因的好消息 而根据卫生局的指示 他即日起可结束居家隔离 这集新闻给您播报到这 别忘了谨慎防疫 感谢收看 我们再会 感谢观看